下面讲佛德 佛德你看 那善行及所得之佛利 就是你修五种善 你会得佛报 你会得利益 对你决定有好处 现在是见人 多喜求财富 喜求聪明智慧 喜求健康长寿 不管是中国人是外国人 不管是哪个族群 哪个宗教 你问问这三样的要不要 统统都要 这三样东西 佛门统统具足 你要学会了 你真的得到 命里没有的 命里没有得到 才是修得的 我这个一身 智慧跟佛德 都是修得的 命里都没有啊 佛告诉我们 菩萨六波勒米 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 第一条就是布施 布施 就是讲这三种事情 世间人的才从哪里得来的 才布施得来的 经上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明白 财富是果报 我们叫做果的 因是什么呢 因是财布施 这个人命里头 有大财富 他大财富从哪里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喜欢修财布施 这一身的大财富 过去生中没有修 那你财富空空啊 没有东西 你修的财富是少 你命里有小财富 不多 勉强可以度日 你过去生中 修集的越多 这个财富 财富国报就越大 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所以财源滚滚而来 你命里修的嘛 是这一桩事情 不能吝啬 越修越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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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